小老虎 好了 我们小老虎做好了 下面开始做这个灯笼 看这个灯笼怎么做啊 灯笼的话我们找一张红色的组 灯水 用一个白色的来打草口 先饼一下这个小老虎多大 看一下 老虎放在中间 跟我们的灯笼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 那我们就做这么大的 看一下 我们之后反正看一看 这样了放在上面合不合适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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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鞋子 嗯 下面在灯笼上给小老虎开一个大口子 这个圆形呢 要比老虎的脑袋大一些些才行 它在这里面待着才舒服 上胶水 有的时候我们给它 折一下 在这口 这个动静 看不出来了 我的爪子 比一下大小 大概这么大 你捡两个爪子 有点像 差不多 把老虎爪子粘到硬的卡纸上面 然后再沿着爪子的边缘给它剪下来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这个角是对着的 在爪子上抹一点胶粘到老虎头的背面 它贴到这个上面 下面我们来做这个顺子 把两张 对着一下 好 剪到这就好了 我给它剪成细条条 好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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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 我们把绳子拴上之后 我们的虎年小挂件就做好了 看一下 很可爱的小老虎就做好了 你可以挂在家里装饰我们的春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多多鼓励哦 请点赞分享吧 谢谢